这个拳行里面比较好的也是比较重要的几个防区 在我们这种积分赛的哎呦我这一场好准的 跑不了了得来个阵着啊是的 我记得积分赛的话啊啊你说 哦我记得之前是在韩国坡啊 还要继续停要继续打 要打了哇小童这落地先把拨两秒了 刚才出枪的是龙死根啊 FTY的踩位是很开的 这一锅说白了就是FTY没有讲到 龙死根先打了一个 刚才出枪的不是龙死根吗 啊是龙死根是龙死根啊 啊啊还被补了 不是他们刚才开车过来之后 不是龙死根怕地上打了他们 把他们打残了吗 嗯出过枪了 我说刚我说刚出 刚击倒的那个信息是龙死根 哇我以为是 你如果只击倒了一个没办法 啊木子里为什么要走 呃 木子里是什么原因会停在这一块 他是要跑 那天路很明显 他经常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战术打法的 所以说我能想到的是 FTY在这一波 在这个分踩 一个是视野面 另外看一下能不能偷一些分 踩一下对面分支的一些分数 但这样的一个风险 在目前的进后赛当中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举措 因为大家都明白 积分赛 获取的积分的渠道太多了 我随时有可能被有有被偷的一个风险 所以说这一场 看到了 风险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看到了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 对于FTY来讲非常非常可惜 真的很可惜 来了FTY直接撞吧 直接撞了 S白色两个人 但是小海落地就没了 选择也没有掉鞋 再打一个吧 这个timing 哎呦 这个 这个只能说timing抓得太好了 知道你会跟投资物 我直接抓住这一波的timing点 打你一波 先打你一波 龙东拳打了一个 但是FTY只剩龙东拳了 而且近点的755还站住 然后后续的支援也到了 牛哈比也在看啊 牛哈比也在看啊 牛哈比随时会出手 75那个位置 我刚刚说 75那个不是在屋里 它是在外边那个 就那个棚子上面站着 所以说起来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 不太会瞄那个位置 S白色已经倒了 两笔直接嘎拉过去嘛 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先有点加强 T9这个分数要拿 T9这个分数先拿了 拿了再说 不往前压了 装的是五房这个位置 S白色让出来之后 中推这个龙基山 比较矮的这一段 就是天霸现在两个人 分站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 看看其他队伍 还有队伍绕吗 如果有队伍绕到北部的话 那牛哈比就可能 没那么好推 你先看看啊 现在队伍怎么 走 好像有吹着打 就打了一个 真凶儿 完了 自己也没跑了 天霸就搁这抽吧 这两分全让小棠打了 小棠 剩下DT两个人 硬往上开吧 这上边 还是有人的呀 这个位置就是等着来这个 我看看Pero Pero应该是有位置 有角度可以看到这两身 自闭位 回来 逮到一个 一颗雷 不捏 直接补掉 拿下一分 但是倒地的话 觉得脚下应该可以再考虑 看一看 因为现在其实 周边的这些 边边脚脚 现在我们视角转到了悟空和石七 石七这边的房子已经不再圈了 所以说 看一下 直接详情攻一下悟空 这边开始直接顶到立波近点 给近点一些压力 对吧 小鬼继续给到侧翼投注的压力 九股可以做一个防守 直架一个门口 我在这一波的话 是来自于石七 小北的一个出枪 直接打中立枪头 九股可以直接是一波大惨 被放倒了 是被远点的推胶给放倒 远处的枪线呀 很致命 又倒一个 房子里面还有队友方的信息 但是后面赶紧混一下烟 自己想要不多 打个包 哎呀 苏九这边被火烧了 接点的实际手也倒地 小北大打雪 还好 还好 这一波没倒 差一点 已经空了 已经空了 锁住 这是远处撒撒的枪线 打成一大一 躲下头出 炸到了 绝对扔个火坯 直接破门 CG过来不去了 CG来了 这边血药了 哎呦 这边盲惊惊破门而入啊 5V很着急啊 车差点都开翻了 我要淘汰分 快补快补啊 这里还有在爬了 很着急 赶紧补赶紧补 全是他的 全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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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V 小心啊 小心啊 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排在找 看到了没 哇 5V在看水 5V 哎呦 这个喷嚷 哎呦 再浮电 我给你 我叫喷嚷啊 5V 林强是个残险 1大1被闪了 哎 不好说了不好说了 完了呀 位置 位置 判断错了 小心 大众 S686啊 大师了 而且浴室上 是不是还有投注啊 5V这个点 肯定是扶不了的 原点强强还在冲 绕过来 进篮圈 打了波提前枪 林强不敢动啊 林强听他是个喷嚼 他不敢动啊 对的 打不了药了 哎呦 但是CDG这么亏了三个人 呃 过来本来是拿分的 结果送了三分 哎呀 林强怎么办 哎呀 哎呀 林强没人去了 太难受了呀 不是这一波本来是一记 满边无销轻下篮 对吧 没问题 后续再推到那边 SMS的反驳 或者说打球呢 打球 往后就看来 没位置呆了 真没位置呆了 这个圈对于毒狼的操 可操作性太 太差 要更舒服一点 对 贴 不能再绕 哦 倒了 那更有贴了 打了一个 对 接下来 这路怎么也反应不来吧 想不到呀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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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也来了 来吧 他进过的是 天路高点位置的房区啊 这是个高低房 在房子里边 本位置头入卧 哎呀 这么QE 什么回事 啊 有挡着 有战略部挡着 这一缩子 但是武器这颗雷 是把小冬给炸倒 前面满边过 已经清了一个队伍 没了 这波小写啊 有补箱吧 对 很快啊 这波 这回又补箱了 这回又补箱了 全收了 你就可以踩到头顶上 对吧 头顶上面 你可以覆盖整个右侧 靠近于SMS 以及牛海比队伍的 反洩波 平台的一个视野 是 天霸这个圈中心 这个房区 看似的很好 但是他比较看 牛海比和 SMS这个后边 这反洩的 队伍的脸色 所以说 TMA下一步的一个踩点 如果能处理好 Pero这一个点的话 TMA当然也有事 这概率 出事了呀 压扁 今天手感真不错啊 今天其实我感觉 TMA全愿在心啊 是 考虞沉迷输出 以为自己是消息的位置 那TMA这个站位要出事 没有任何人看高脸 他是不是不知道 Pero在马路对边 感觉不太知道 有信心的话 我觉得派一个人 在这防一手 也好 一个人没防 防不住啊 起来了 他其实站高点一点 就这稍微站高一点的话 就是Pero来到今天的时候 他能有第一时间知道的话 是有机会可以 拖一下这个Pero的鞋头 主要是没人限制Pero 你知道吗 Pero绕了一个底坡的位置 以个缓拨 可以规避 TMA这边的枪线 变捕 变捕 马哥一倒 没事 腰无蛋再起一起 兄弟们 这个位置可以 慢慢对枪 慢慢打 也过来了 对 赢家 林树 来 好 逮到 这两个雷 漂亮 那看一看 看一看 可以考虑考虑 如果Pero那个位置 站不上来的话 可以 就是TMA可以 到时候限制Pero的 牛海米一直在 一直在追着 SMS这个独狼 打的选择 这个独狼 轻掉了之后 才能安心 对 看看怎么轻啊 选择枪还是很猛 没问题 没有变法 碰到的一个更猛的 周平安还去 舔了一下空头 最难受的 是非常非常难受 就是地理位置 受限 正面的枪线 全被牛海米给覆盖 顶上你又踩不过去 对吧 虽然说天霸 没办法顶到你头上 因为牛海米 上面也在等 直接混死了 在输印 打包 包打不起来 没了 打不起来了 好 场上4打4 一边是坐拥 防区平台的天霸 而另外一边是控制 这应该是个三极甲吧 对吧 应该是个三极甲 好险呀 哎呀 齐齐一颗雷先炸倒了换人 而且后面补了一颗虎 小虎又打了明妙 浮还是不浮 周平安学的不服人 先放倒一个 赶紧换位置 齐齐不能服人 这个位置要找 小心 颠覆到中心 颠覆到中心又穿了一个 又被打了一个男人 出头 二打一 二打一 打一 没办法 哇 那千万话 恭喜到牛海米 拿下今天第三场比赛的胜利 单局十一个淘汰 这个配合 这个补枪的一个效率 是真的不太会给你 哪怕你有掩体 哪怕你林树有掩体